他吃了 看都看完了 可以回家了 等一下 我最后还有一个地方要去 一定要去 去了以后 就算我们今天的约会胜利结束 走吧 是啊 你有没有觉得 我们像一对新婚夫妻 敢干吗小孩和我睡着 哪有这么大的小孩啊 而且 谁跟你结婚啊 你跟我结婚啊 我是认真的 我除了你我谁都不喜欢 在我心里 你绝对不是那种随便的女人 这事儿没人比我更清楚 我是认真的 我开玩笑的 我开玩笑的 我认真是受不了你啊 上最后去吧 我从最深的爱 最沉默 炸鸡 炸鸡还能发危险 成精了 诗雅 我手机没电了 你手机密码多少 我生日 啊 真的吗 真吵 什么乱七把糟的 我跟你们两个说 等我重振旗鼓 捐徒再来的时候 我一定要 让炸鸡那小子 知道什么叫做怕 怕 好 喂 炸鸡店吗 我们是想要出炸鸡 你给我送一百只过来 一百只 不送 你是不是非要我给你签名 你才送啊 我还行吗 你再快去打电话 快点 你是不是非要我给你签名 你才送啊 乖 我过来 我来我来我给你签 你快滚点 签 我给你签名啊 喂 不好意思 我们打错了 不好意思啊 新爸 你的酒量怎么这么差 实话你快管管他了 真是 我们新爸好可怜的 订个炸鸡都要被人骂 是啊 你好凶啊 好凶啊 我怎么忍他这么多年的 你们两个 要是再给我这么肉麻 我就把你们给推出去 嗯 嗯 白雪公主 都好吗 你真的好笑啊 我以后就这样饿死 也再不找他们两个了 如果再找他们两个 我就一辈子都吃不到隔壁的炸鸡 石坏 今天真是对不起啊 我 总之 一路平安 去了那边一定会很累的 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不过你下次来的时候 不要再负贷这个家伙 嗯 是啊 炸鸡是谁 你怎么知道的 他今天给你发消息 我偷偷回复来着 你干吗回复 你回复什么 你干吗那么紧张 他说你很重要的人吗 没有 他 他 他就是那个炸 炸鸡店老板 那个 我不在的时候 不许跟那个炸鸡胡来 等我回来一定给你打大礼 比如 一个萌萌的心吧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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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谁要谁要 拿走 好了 好了 好了啊 我拿走 你 拜拜 快走 快 快走 这个臭心吧 什么辣不辣的 我真是想杀了你的心 都有啊 怎么办呢 走 走啊 我昨天朋友来恭喜我乔前之喜 所以一不小心喝激动了 没有吵到你吧 对不起啊 托各位的福 我昨天晚上的写作任务 一点都没有完成 所以你的道歉我收下了 但是那个辣不辣的信息 那个真的是发错了 皮薄的旅程 我想尽快看到 什么嘛 跟我说话就是为了那本书啊 这组照片照得挺不错的 每一张都很好看 我不知道该选哪张了 你看一看 给我点意见呗 是啊 每一张拍的都挺好的 你看你这个朋友 虽然一看就不是做这行的 不过身上有股静域气息 身材和长相也不错 反而把你衬托得更诱人 更性感 我觉得 我们以后可以多找他合作几次 当然 前提是他不打你 是啊 我们再多选几张备选的照片 就可以给对方回复了 天然 这几张 我想要留着 留个纪念 可以啊 你拿去吧 你啊 该不会是看上人家了吧 以前怎么没见你要留照片 噓 噓 这张还不错啊 好看 之前拍的照片出来了 一拿到我就赶快送过来了 留个纪念吧 你看看 拍得特别好看 我说过了 我不需要这些 找你一起拍真是太明智了 谢谢你帮我 就留个纪念吧 喜欢的话就挂起来 不用不好意思 黄色戒严令收到了吗 收到了 我说你离家出走也有段时间了 是不是应该考虑搬回来住啊 最近这个情况 爸爸可都担心你了 回去的话 不是又要拉住大神的手了吗 而且 我最近一点胃口都没有 没胃口 怎么回事 你说什么 你是不是神经错乱啊 你想对隔壁那个患有 严重洁癖症的男人下手 还要假装喜欢他 我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反正除了他 我看别人一点食欲都没有 我现在就给爸打电话 姐 你就救救我吧 如果被爸爸知道了 我肯定会被五马分尸的 你上次跑过来 问我洁癖症的时候 我就知道你又要闯祸 反正事已至此 你就帮帮我吧 我想 肯定是能有什么外部刺激 来改善他 我最近看了一些书 而且 我下周一约了他 李诗雅 我拜托你清醒清醒好不好 一味的只注意这种 特殊人群身上 这纯粹是傻瓜行为 你知道吗 反正除了他 别人我根本就没有兴趣 我也不知道到底怎么了 我自己都疯了 别哭了 谢谢弟弟 别哭了 好好好 我知道了 我帮你想办法 隔壁那个什么炸鸡是吧 你同意帮我来 姐姐万岁 我帮你 志浩 志浩 你在我家门口干吗 我在等你啊 反正明天也没事做 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我不去 相信我 我发誓 绝对按照你的要求 去一个 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地方 还完全没有人的地方 工作日都没有什么人 不错吧 这个地方 不是人多人少的问题 我们去 你敢 你不想要批驳的旅程了 走啦 志浩 你看哪 我 究竟为什么要来这种地方 别摆这一张苦瓜脸了 你不喜欢动物吗 图片里的动物 我当然喜欢 活的动物 会引起呼吸和过敏问题 动物的唾液 可以繁殖多种细菌 所以 我们更要来这儿啊 我不是说过 要治好你的洁癖症吗 有一种方法叫做认知行为治疗 我之前就跟你说过 他这种性格是来源于某种不安 所以治疗呢 就应该逆向思考 有意识地将他置于某种 他很排斥的精进力 也就是说 故意去做他不喜欢的事 既然来了 总得好好看看吧 我看 这些 没有书好看 怕什么 反正离那么远的 没关系的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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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了一圈 感觉怎么样 光看看没关系吧 感觉也不是那么糟吧 你看那儿 不是我只看吗 我不喂 来都来了 不甜言一次多可惜啊 而且你不是都戴好手套了吗 你只需要把这个 放在手里 喂他们就可以了 扣事太多 我不喂 带有强迫性思维方式的人 他们更关注的是细节 而非整体 所以我们要做的 就是让他们看到 整片森林 而非过分地去盯着某一棵树 这样就可以分散 他们对不安因素的过分关注 你看过那个动画片吗 动画片里的小马 都是这样的 很可爱 很萌大 是什么 是谁 这一点点 来来来 吃饭啦 来来来 吃饭啦 他吃了 你看看完了 可以回家了 等一下 我最后还有一个地方要去 一定要去 去了以后 就算我们今天的约会生理结束 走吧 为什么要来这儿啊 志浩 小兔子很可爱的 你过来摸一下 摸一下 保证你的心都会被融化的 他们很可爱的 心情也会变得很好的 不 我不喜欢 小兔子跟刚才的小马比起来 不是更可爱吗 你摸一下 举手摸一下 试试看 那 那也不摸 还有一个极端的方法 就是把它推入最崩溃的境地 让它无处可逃 只能面对 你怎么把门关上了 你别往这儿洒呀 志浩 如果你一直不面对 就永远不能修复心理上的问题 你再坚持一下好不好 快快把门打开 我要出去 我要出去 志浩 再坚持一下 他抓了我的手吗 让开 你干的都是什么好事啊 对不起 我真的不知道你会不会兔子吓到 告诉你 你这是谋杀的 你笑什么笑 因为 你刚才抓我的手了 这可是你第一次 先走进我的 那还不是因为 你把门挡住了 你跟我说实话 这是不是你第一次碰你事啊 看来那个皮波的旅程 还真是挺重要的 不过说来说去 不就是本童话书 你为什么会这么着迷啊 有些东西 对于你来说轻入红毛 可是对于有些人来说 它却异常珍贵 你怎么 你怎么把小孩争过来了 不是 这小孩我也不认识 我怎么可能这么没有人性 利用小孩啊 那你不是特别有主意吗 那你赶快借下办法呀 我去广播找人 你 你先看着他 你别走啊 你别走啊 我的天哪 妈妈 我要妈妈 我爱妈妈 我要妈妈 妈妈 我要妈妈 我要妈妈 妈妈 妈妈 你在哪儿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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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哭了 妈妈在这儿 太好了 孩子的妈妈也在四处找她 我一去管理事就遇到了 就赶快把她带过来 妈妈回家啊 不好意思 我这个人实在不太适合带小孩 就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了 没想到你还挺合适的 我其实也没做什么 走吧 今天一天辛苦了 我回家就马上把剩下两张发给你 为什么 要这么对我 像你这样的女孩 应该会有很多男孩 排着对象和你约会才对 为什么 要费尽心思一次次来见我 我只是一个作家 除了这个身份以外 我是一个很平凡的人 是 因为你很特别 就像你刚刚跟我说的 有些东西 在别人眼里或许轻如红毛 但在某人眼里 是如珍宝 在我眼里 你一点也不平凡 你是值得被珍惜的 好了 如果你不喜欢这种形式的话 下次再想看书 就直接过来找我吧 下周见